看看, 這裡的空間很大 樓底很高, 還很舒服 今天要帶你們來認識英式早餐 我看到很多英式裝飾 茶館、書籍都很英國的感覺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英式電話亭 是不是有來到英國的感覺? 因為這裡的老闆在英國住了六、七年 他想將英國的味道帶來台灣 所以才開了這間店 我們去嘗嘗有多英式 嘗嘗… 那我點餐 要吃這個英式餡茶 當然要從經典的開始 但是我們會從喝茶開始 我們先喝藍色這壺 我們先喝酒 早餐茶 我一點都不醃, 很順暢 很苦苦的 通常早餐茶會比較濃 因為英國人早餐 第一杯茶就想由濃烈的開始 打開美好的一天 然後經常會很有精神 它很濃烈嗎?不舒服 當然要從英式早餐開始 你們看看, 是不是很豐富? 這個一分一個人吃不小 所以我們就三個人一起吃 蘭嶼夫, 你要吃這個麵包 一定要加這個醬汁 這個是老闆自家製的奶油醬汁 看起來的樣子跟普通的奶油醬汁 已經不同了 試試一下 它有酸奶的味道 酸酸的 奶香味很濃 所以它是比較偏酸還是奶香? 先是酸的, 後面是奶香味 反出來的香味 老闆偷偷跟我說 他們每天都會新鮮自家製的醬汁 很好吃, 很好吃 我這個腸剛吃完 其實跟普通的有些不同 因為這個是山腸嗎? 跟台灣人比較多是吃熟的 英國的腸 但這個香味… 香料的味道特別香 我要加這個 這是英式早餐的靈魂 你問吧, 茄汁豆 我也很喜歡茄汁豆 你還想吃什麼? 茄汁豆, 看起來很浪費 茄汁豆通常在香港 我們都會買一罐宴盛 然後用來做早餐 但在英式早餐裡面 它就是靈魂所在 它一定是放在中間 因為它有酸酸的感覺 會令你省省一點 吃牛肉 想吃牛肉 上面有菇 牛肉和菇最長 你吃菇, 我吃牛肉 好吃 表面的香料已經很香 米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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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米蝶香 這道菜的名堂叫周日烤牛肉 知道為什麼嗎? 一定是周日 為什麼? 因為以前英國人 可能他們參加了微殺 就是天主教微殺 所謂…在台灣可能叫禮拜 他們完整個禮拜的辛勞之後 他們禮拜完, 微殺完 他們就會想大吃一頓 吃一頓好的, 吃一頓厲害的 所以他們就會烤肉和薯仔來吃 看見到這個嗎? 嗯 這個叫若克霞布丁 布丁… 只是名字, 先嘗嘗 它是用麵粉和蛋做成的 這個味道是布丁? 都說是名字 說鼓就不要駁鼓, 是不是? 這個若克霞布丁 是要跟剛才吃牛肉 吃烤肉的肉汁蘸在一起吃 這個味道其實跟台灣的口感不同 皮偏厚一點, 但又是脆的 但脆得來又不是硬 中間又軟綿綿 口感是不錯的 挺好的 對, 我剛剛吃了一口 也覺得蘑菇的醬汁和香料 是非常…非常豐盛的 現在加上這個就變得舒服了 我覺得我這次一定贏 因為我今天帶大家去那間店 老闆在英國住了六、七年 所以他做出來的英式下午茶 是超級地道的 所以又經典, 又本地 這次一定是我贏了